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ix from Ligien's Acoustic 那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Crystal E 來自日本的 它是完全是在日本製造的一個地盒 那主要呢這個箱子裡面呢 它的地盒呢 有它的證書 有它的身份證號碼 製品保證書 那它是從 它是在日本的一個叫做Aomori 的地方製造的 那這個Crystal E的 Grow Box呢 它有兩個方針 就是你可以通過Add E 再帶入另外一個Crystal E 就是所謂的手脫手的那個方法 去讓它的聲音更加昇華 那這裡有個From Equipment 這個標籤呢就是讓你能夠接到你的 Amp 或者是Sauce 或者是Streamer Pre-Amp 或者是你的喇叭 那它也有附上兩條呢 跟原廠來的 那個扣子 Wide Speed 這個是方便你 組裝到任何的Growding Area 那這個是讓你 Wide Speed to RCA 那它也有自己推薦的一些 除了這原廠來的這兩條線呢 你還能夠另外供來它的升級線 一如 Cone One R Series呢 不過這個是升級的線 就跟原廠的線不一樣 它會在升值上面 它的音質上面對這個增音會有大的提升 或者是這個Cone One 1.2米的那個升級線 那今天除了要講這個Crystal E之外呢 我們也要帶到一個新介紹 是Crystal 3.1的那個插盤 日本做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仔細 所以它們會把盒子做得很精緻 很漂亮 那這個3.1的插盤呢 是在它原裝裡面 就已經有提供一個Growding的那個Pose 就讓你能夠在連接上有幫助 所以我們大致上跟大家解釋一下可以怎樣連接 那這個小Wine呢 就是可以連接到From Equipment 那我們現在就需要一個Philip的那個 哎唷 把它卡到12點的位置 然後 再把這個大的Wine呢 鎖在這裡的Growding 那這個插盤呢 只要你裝上電源呢 就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平常使用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幫助你減少那些Growding noise 也讓你的背景更加的暗 讓所有的Dynamics更明顯的跑出來 那今天呢 就大概說到這裡了 那下一個video我們再見 拜拜